天父我感谢赞美你 因和华 求你医治我 我便痊愈 拯救我 我便何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主啊 求你牵着医生的双手 来自我们所爱的家人 朋友的疾病 也求你心智动工 在人所不能之处 心智爱守在他们身上 无去所有的疾病 主啊 孩子的寒假 也已经开始 求你保守 看顾他们出入平安 更重要的是 让孩子分别时间出来 如圣经祷告亲近你 让亲民得到指养 也让他们的行为样式更像你 言语由你所赐的智慧 影响身边的朋友更认识你 谢谢天父垂听物的祷告 祷告供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 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16节 因为今天的那个 通过字比较少一点 那大家可以帮开周报16节的地方 那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读的会跟上面有点不一样 因为上面应该是现在中文语本 好 我们就用读的 我们就按照周报翻译的 好 来开始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明阳 山阳一般 把明阳安置在右边 山阳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他周边的说 你们这么我不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活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给你吃 喝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 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吃身肉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 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是你们 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的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 左边的说 你这被咒语的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荣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鱼 或吃身肉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私后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是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那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恒 庸行里去 那些艺人要往永生里去 待会请启东姐妹与飞心 做奉献 谢谢 那现在我们请郑平务师 来为我们正道 各位弟兄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 没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圣经的信息 其实我的题目是 坐在主身上 就是申请 我想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 就是很多古习班 就是有些老师 都会告诉学生 告诉家长说 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那 我也看到很多的 补习班或是一些教育机构 也因为这样子 有的会用比较不好的方法 逼迫学生读书 或是学很多很多的才艺 让很多的学生 这个学习的胃口 都没了 那虽然没有输在起跑点 可是 就是在终点线之前就输掉了 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这也让我想到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 写关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了 他里面有延续蛮经典的话 他说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我想大概这个意思 我用这个是要跟大家来提醒 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 牧师讲的 人生胜利主吗 人生胜利主 牧师提醒我们要做人生胜利主 当然这个人生胜利主 如果大家有仔细听 上上个礼拜 陈牧师的讲道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社会或世俗上告诉我们的 比如说要追求什么高富帅啊 什么白富美啊 或者什么荣华富贵 在我们的释仰里面 要做一个人生的胜利主 最重要的是要追寻这个永生永恒的价值 也就是说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这个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孝告最后的一家 我想这个才是人生胜利主最重要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要用 我刚刚说姐妹帮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 我要再一次的从圣经来思考 怎么样成为这个人生的胜利主 在马太福音的25章 如果我们手下有圣经 大家可以看起来看 在25章里面有记载了耶稣说的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 如果按照马太福音整本圣经的整个故事的记载的话 事实上这三个比喻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他行了很多的 他讲了很多的道 做了很多的事情 最后他讲的三个比喻 也就是说 如果到马太福音的记载 这三个比喻可以说是 耶稣在被第十字架之前 写最后的教导 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的最高峰 这三个比喻是关于末日的比喻 我相信如果大家 我相信这三个比喻 大家应该都很熟啦 第一个比喻是十个统领 应该故事我不用多讲 就是十个 有十个统领 五个有准备游 五个没有准备游 新郎来的时候 那五个有准备游的 他们就可以跟新郎一起 一起欢喜 有五个没有准备游的 他们就在门外哀哭 泄尘 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新郎会来 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会在 可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要警醒 随时做好准备 第二个比喻在讲 三个仆人 我相信我们也很熟 就是有一个主人出去了 然后他交代他三个仆人 一个交代五千 一个交代两千 一个交代一千 那最后主人回来的时候 五千赚了五千 两千赚了两千 就那个一千的 竟然把他的钱满在福里 当然后来主人就跟他说 你这个又恶又懒的福人 就谴责他 让他没有办法跟主人享受 可不快乐 这个比喻其实也很简单的 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 从神那边领受不同的责任 不是说你领受五千的责任 那个人比较厉害 或是一千的比较不厉害 而是在这个比喻当中五千两千以前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那边领受了不同的责任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才能 不是谁比较厉害 谁比较不厉害的问题 而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 在神所交托你的 那这个故事里面也说 这个主人跟那个里面签着说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 至少存在一堂吧 还可以生命心 他没有 他只有埋在土里 他完全没有将神交代他的主人 或是神交代给他的责任 好好的去发挥出来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 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比喻 这个也是耶稣在他所有说的 这些比喻跟故事里面 唯一一个 他用审判来做这个图像 来做这个 清楚的说出最后末日审判的 这个情景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看到耶稣 我看当人子在临的时候 他要审判万民 他要把地上所有的人 是所有的人 大家要记得 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审判基督徒而已 耶稣来的时候也不是审判非基督徒而已 耶稣来的时候是审判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族的人 什么样族群的人 不分犹太人 不分外邦人 耶稣来的时候审判 这事上所有的人 他要将事上所有的人 分成两边 一边右边的 是像绵羊 一样分在右边可以领受天父的祝福 左边的像山羊一样 他们要接受永远的信法 这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站在哪一边 你要站在哪一边 可是你要站在哪边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这是耶稣的主权 透过这个故事 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 什么样的人是站在右边的 什么样的人又是站在你左边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注定得救的命运 什么样的人却注定永远的灭 说到世界末日 我想大家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虽然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那个要来临的日子没有人会知道 可是事实上 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里面 两千年的历史 不管在哪里不管任何时代 都有人在猜世界或是什么时候会来 我相信这三个 这个PBT上面的 这个大家可能跟我听过吧 记不记得十几年前 在那边猜圣经密码 什么时候 不是千禧年要来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1999年 我在当兵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大家都在传说千禧年要来 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嘛 没有人知道两千年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我在当兵 我印象很深刻 1999年的12月31号 就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 我刚好放假在家里 然后我就在想着 到底就是 两千年的第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那时候 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传说 各式各样的传说 你关心人要降临 耶稣要来 各式各样 我心里想说 他该不会 世界播出该不会就像我们 把电视机关掉一样 然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然后我就一直很期待 就是一方面又害怕又期待 也不知道发生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在电视机前面 就一直在那边一看 拍一看 就我就因为在看电视 然后两千年就来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是人的好奇 这是人的好奇 就想说 耶稣什么时候会来 可是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说至于要那来 那要来一个日子和时间 没有人知道 天上的天使不知道 而此不知道只有做情绩 耶稣已经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 他是没有办法 人的软弱 人的好奇 就是还是会去猜 我这边要跟大家说 任何在猜这个事情的 听听就好了 真的不要认真 真的不要认真 听听就好了 重要的是 记不记得刚刚讲那三个题 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随地 警醒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比如什么时候来 其实无所谓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常常跟小朋友说的 你知道彼此有读书 你怎么会怕考试呢 对不对 不然彼此包裹脚的 你才会怕考试 对不对 而且画个角度想 如果我们很有自信认为 我们是那个得救的人 我们是被拣选的 其实末日来的时候 是应该要开心高兴的 不应该要害怕的 对不对 因为末日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带着欢喜的心情 要在天国跟耶稣一同享受的 这是高兴高兴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们回来思考 谁才是真正属主的人 谁才是真正那个得救的人 是基督徒吗 那基督徒用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用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几年前 有一次暑假 我在那个桥埃教会 大西桥埃那边 刚好那个时候信徒宗会 当我教会的信徒宗会 在那办一个姓少年的联合训会 他们找我去专讲 在那个专讲里面 大概台下大概七八十个青少年 国高中的有些大专生的 我就问他们说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我这样看一下 基督都举手了 至少八九成以上都举手了 接着我又问说 那你们当中有受过成人洗礼或监系礼的举手 大概一半左右 大概一半左右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我就问说 那你们当中有受过小额洗礼的出手 我这样的人就多很多 就超过一半 最后我就问那些青少年 我就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会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律 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律 那我就拿着麦克风我就下台 我就一个一个问他们这样 我就问第一个 你为什么会认为你自己是基督律 就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爸爸是牧师 我就不知道牧师的小孩 不知道我爸爸是牧师 他就问第二个 他就说 因为我很爱耶稣 让他讲得出一些理由 然后问第三个 他就说 因为他觉得耶稣像他的朋友 他跟耶稣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 他就说 这个很厉害 这个我在读圣经 他说 因为我口里相信 心里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这个是有在读圣经的小孩 这样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 他就说 这个刚刚是进拜团的 他就说 因为我都有在参与教会的服事 我固定参与教会礼拜 服事我都有参享 所以他们觉得是基督律 我就在台下 问问问的 很有趣的是 记不记得我刚刚在问他们什么 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受洗 对不对 我刚刚我大概问了十几个 没有一个人跟我说 因为他受洗 他觉得他自己是基督律 很有趣 可是受洗这件事情 好像对我们大人来讲 又特别重要 尤其是教会 因为今天你受洗了 你就成为教会 正式的会员 你可以领圣餐 对不对 甚至有的人他觉得说 受洗好像是得到天国的门票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种故事 有的人一辈子他都不受洗 他就像等到快死掉了 躺在病床上 快要牧师来受洗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 他受洗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死掉 就没有做坏事的机会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提过这样的事情 这很有趣喔 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人 才叫做基督徒 受洗了 这叫做基督徒吗 还是说像那些小朋友讲的 有的人很爱耶稣 有的人跟耶稣的关系很好 有的人参与教会的服事 我把这个问题拿来问大家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吗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吗 但如果是的话 你又 你用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原因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这个问题 希望有给大家吧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或者我们小组的时候可以分享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耶稣说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喝了 你们给我喝 我流落异乡 你们收留我 我赤身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害病 你们照顾我 我坐牢 你们来看望我 这个是一人得救的条件 在末日审判来的时候 这个是那些会得救的人的条件 帮助有需要的人 服事他们 让饿的人有东西吃 渴的人有水喝 无家可归的人有地方可以住 没有衣服穿的人 给他衣服穿 生病的人有人照顾 被监禁失去自由的人 切断跟这个社会关系 切断跟这个社会关系的那些人 我们去探望他 让他知道 你虽然被灌在监狱里 可是 还有人进那里 没有人忘记 这些其实都是人 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 其实耶稣也最有要求的 耶稣没有多要求 他只要求说 我们能不能 帮助人 满足人 这些人生命当中 这些基本的需求 而且 我们刚刚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注意到 不管是这些 得救的人也好 还是虐亡的人也好 当耶稣宣布 审判的时候 当那个人子来 宣布审判的时候 像山羊跟绵羊一样 分开两边的时候 其实这两边的人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被分到这边 对不对 大家读这边就会发现 他们 在 被人子审判 在被分开之前 他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耶稣才告诉他们 你们 得救的理由 还有你们 最后会遭受勇行的理由 在这边 这个关键是 耶稣对他们的合理 耶稣对那些得救的人说 我郑重的告诉你们 你们既然为我的跟从者中 最微小的一人做 就是为我做 也跟那些灭亡的人说 我郑重的告诉你们 既然你们没有为最微小的一人做 就是没有我 这两句话看起来非常像 但是就差一点 也没有 没有为那最微小的人做 就是为我做 就是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边我们看到耶稣 翻转了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 当我们的人 在这社会上我们的人都习惯眼睛 看那些光显亮眼的 看那些有成就的 很多时候我们 教会也是一样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请 很多人来做见证 可是我们的见证 有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自己的会友 自己的会友来 来分享他生命中 经历到的这些耶稣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会请这些外面的大老板 企业家 甚至有的教会会请一些演艺人员 他们光显亮丽 他们在人前 让人家看到很绚烂的一面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 就是会看到这些 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 他却亲自化身为那个最微小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过这两组雕像 这两组雕像 如果你仔细看 我不知道这个看不看得很清楚 可能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仔细看 或是你像赛王去藏 这两组雕像的名字叫做 无家可归的结束 如果你仔细去看 这个躺在 这个椅子上的这个耶稣呢 他手上 这个人 他脚上面有一个冰痕 这个在乞讨的人 他手上有冰痕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雕塑家 非常有名的作品 这个作品在教会界 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可能对我来讲 感受不到那个争议 可是你想 你把这个这样的作品 直接摆在教会的门口 都会怎么样 这个雕塑家 他就是做了这个 这个躺在床椅上的这个耶稣 然后就把它摆在 美国的一个教会的门口 引起了这个教会 非常大的躺力 好像我们教会都没在照顾 关心人一样 我想这两个作品 帮助我们去思考很多事情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当然我们都知道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圣经里面 故事的助讲 可是耶稣今天告诉我们 透过这个作品 这个雕塑家要告诉我们 耶稣是谁 耶稣其实就是我们身边 那些最微小的人 我的耶稣不会说 你们坐在最微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那么我们身边 那些最微小的人是谁 在我们身边那些最微小的人 是不是像这个雕塑里面 做的那些街友 或是有一些产障的朋友 社会上的穷人 社区里面的独居老人 有一些辛苦的劳工 外籍的 在陶游我们 有很多的外籍的劳工 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 他们做的辛苦的工作 谁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那些微小 常常被人看不起 或是说 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起 他们自己的 那些人 从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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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义人 并不知道 他为什么 最后会得救 会得到永生 可是耶稣告诉他 你因为什么 怎么样 所以你得到永生 可见 这些义人 对这些义人来说 对这些得到永生的人来说 他们做到了耶稣要求的事情 让肚子饿的人有东西吃 让壳的人有水 没衣服穿的人有衣服穿 没有地方住的人 帮助他 给他地方住 有人生病的人去探望他 对这些义人来说 他可能觉得做这件事情 也不过就是举手之狼 对他来讲 这就是生命当中 很自然而然去做的小事情 做完可能就忘记了 但是 虽然他自己忘记了 但耶稣亲自几年 所以在最后 末日来临的那些天 他们得以 他们最后 可以得到永生 相对的 对那些 最后灭亡的人来说 可能他们的眼睛里面 完全看不到那些最后的小的人 因为你看不到 因为你没有感觉 因为你视而不见 自然你就不可能 对他们做任何的事情 自然而然 在末日来临的那一点 你就会被分到 被审判的那一点 从这边看到 要满足耶稣的要求 要满足这个得救的条件 并不是我们得刻意去做什么 好像说我们只要 做一些好行为 用一般的民间 这个世俗的宗教 就是积功德 你就可以 换到天堂的门票 这个也是当时 马丁路德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当时的天主教 腐败的天主教 不是先人天主教 腐败的 那个时候 在五百年前 腐败的天主教 他们为了盖聖彼得到教堂 竟然还卖赎罪券 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花钱 买了这个赎罪券 我的罪就没有了 非常荒唐的事情 耶稣的要求 不是说得救的条件 是我们能不能 发自内心 自然而然的 去满足 去帮助 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去坐在这些最微小的身上 像是坐在主身上一样 而这是因为你的生命 自然而然散发出来 所做的事情 而不是刻意去做 或是为了得救 而刻意去做的事情 前一阵子 就是教会通报社出了一本书 很有趣的书 其实很好看 如果带我进去可以去找来看 这本书叫做基督徒不服从 很有趣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说 基督徒就是要顺服 要服从 要顺服 怎么会教会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要鼓励基督徒不要服从的 这本书里面呢 收入了九个故事 可以说就是九个见证 九个基督徒的见证 而这九个基督徒呢 来自各个不同的教派 有的是掌握教会的信徒 有的是来自所谓的国语教会 有的甚至是聚会所 招会聚会所的信徒 也有天主教会 这九个基督徒呢 他们除了来自不同的教派以外 他们在社会里面 也在不同的感慰上面 去关心不同的议题 有人关心劳工议题 有人关心农民议题 有人关心外籍移工的议题 有人关心原住民的议题 有人关心青少年的议题 这九个基督徒 他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 在关怀这个社会的议题 所以这本书里的目标 叫做当代台湾基督徒的社会参与 可是这九个基督徒的故事 或说这九个基督徒的见证 其实常常跟我们在教会里面 听到的见证还蛮不一样的 我今天讲其中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其中有一个作者叫吴敬 他其实是天主教徒 他平常是在做这些外籍劳工的关怀的工作 在他的文章当中 他写了一句话 他这样说 我先说他平常工作 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外籍移工 有很多印尼来的外籍移工 他们可能是伊斯兰教徒 可是有很多的菲律宾的移工 他们是基督徒 尤其是天主教徒 非常非常多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移工是天主教徒 但他们如果礼拜天幸运 礼拜天可以休假的话 他们大概都会到台北达 他们都会到东山北路的天主堂里面 去望明上 桃园也有 我记得我之前在桃园也有参与 跟这些菲律宾的这些天主教徒 移工一起望明上 这样 他在那个文章里面写的这段话 他说 当他在跟这些 这些他所关系的这些外籍移工 一起在礼拜堂里面 做彌撒 听着神父讲道的时候 他说 我更看清有太多的移工 躲在这个仪式的后面 你知道天主教徒有很多的仪式吗 以为上个教堂就可以得到天主的庇佑 眼睛不选择张开 脑子不选择张开 什么都不做 也看到很多的神职人员 可以在祭坛上向教徒讲道宣教 但是下了祭坛 除了身上还穿着神父修女服以外 其实连教堂都还不上 那我之前看这段话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读到这段话 我的冲击非常大 如果大家有在 关心这些移工的议题 就知道其实 不是每一个移工来到台湾 他们都可以顺利的工作 然后过很好的生活 然后把钱寄回家 事实上 这个移工在台湾 他们工作的这个环境 生活的环境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 甚至是被 讲难题也是被虐待的 那这些移工 他们在礼拜堂里面 他们可以得到 他们只能 所以他们来说 他们只能在教堂里面 透过 不要打开 他们就是当作 就不要去想那些 他们在工厂 在他们 在有的人的家里帮庸 遇到那些不公平的对待 就想 就好好的 在那边 享受那个礼拜就好 这是他们 辛苦的工作之余 很短暂的一种先灵的慰藉 可是他同时又说 这些神父修炼 除了他们身上 那套服装以外 下了讲台 看不出来他们有神父跟修炼的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读到这句话 我冲击非常的大 我常常 就像今天这样子 穿着牧师服 在台上讲道 我也希望 我讲完到 做完礼拜走下台 跟会友在请安的时候 我希望会友的心里面不要这样想 这个人除了穿着牧师服以外 其实看不出来像牧师的样子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 而这样子的提醒 其实刚好回应了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是绵羊跟山羊 我以前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绵羊跟山羊 想过就是 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都是羊 绵羊跟山羊 后来在我一次研究圣灵的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这个绵羊跟山羊 有非常重要象征的意义 事实上 不管是绵羊还是山羊 我们知道 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 然后这些律法有分 怎么是洁净的动物 怎么是不洁净的动物 对不对 什么洁净的动物才能够拿来 拿来献祭 不洁净的就不行了 可是不管是绵羊也好 还是山羊也好 事实上 在律法里面 都是洁净的 没有因为山羊又比较不洁净 在律法里面 绵羊跟山羊 都是洁净的动物 但是必然就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你在律法里面 是属于洁净 其实耶稣是在跟法利赛人说 不要以为你们是法利赛人 不要以为你们是上帝的选拟 在末日来临的那一天 我一样要把你们像山羊一样分开 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耶稣的话 还是在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你受洗了 不要以为你在教会聚会 你记得基督徒 不要以为你今天做掌心 不要以为今天做牧师 不要以为今天做掌教会服侍 圣经独本都被的滚瓜烂熟 你如果没有达到 今天耶稣讲的要求 饿了 有人饿了 有人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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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渴了 有人没有衣服穿 有人没有地方住 我们提供给他地方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没有达到耶稣的要求 你一样在末日来临的那一天 你一样会像山羊一样被分开 今天 今天你会成为 在末日来临的时候 你会像山羊一样 还是像绵羊一样 取决于的 并不是说你为了得救 而刻意做了什么 而是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 对他来讲 他也不会记得 因为那是他自然而然 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今天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眼睛根本看不到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每一年都在期待耶稣的再来 每年的到年底 预备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重演一次耶稣再来 这样子的一个礼拜 我们在提醒我们耶稣有一天会再来 但其实耶稣已经来 耶稣不止两千年前 降生为一个婴儿 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照今天 经我告诉我们的 耶稣已经来了 耶稣在哪里 耶稣就在那些 我们身边那些最文小的人身上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一样 那个雕像一样 耶稣已经来了 耶稣就在我们身边 那些最文小的人身上 当我们坐在那些最文小的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所坐的 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说 我们都听过保罗强调音心称意 不是信就好了吗 信心越大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我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 其实如果去读雅各书 雅各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信仰的 一个看见 雅各说 就像身体没有气息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没有是死的 很多人会抱着保罗说 保罗说音心称意 所以我只要信 我只要相信就好 音心称意 相信我就得救了 没有 雅各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 来证明你的信心 那你的信心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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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现在看我们的脸 有点脸发亮 真的 OK 好 我现在想说那一章是什么 其实耶稣也说过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结好果子 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被砍下来扔在玻璃 所以从他们的行为 可以认出他们的 在这边 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刻意的去做什么事情 而是我一再也跟大家强调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好的品质 生命有好的品质 生命有好的品质 我们才自然而然做出那些行为 这一句话 不是每一个生乎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一定会得救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重点在于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从根本翻转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能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最后 我要再次跟大家澄清 我今天的信息绝对不是告诉你 做好事就会得救 因为这种激功德的做法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那些得救的艺人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曾做过的事情 就像那些最后会灭亡的那些恶人一样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为什么会灭亡 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 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基督徒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说 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有讲等于没讲 那到底谁是跟随耶稣的人 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我来说 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去实践祂的教堂的人 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跟着去做 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是我们的生命 有祂的生命同在着 我们的生命 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身边的人 透过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看不到 我们身边的人 可看得到我们 透过我们的生命 就很像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基督 对我来讲 这个还是真正的做健身 做健身不是今天我 赚了很多钱 事业发达成功 然后有很多的 就是让人家很羡慕的地方 我相信基督徒是会让人羡慕的 我相信基督徒是会让人羡慕的 可是那个羡慕 不是因为 我们的这些荣华富贵 这些努力权势 别人羡慕我们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非常 我们的生命的品质非常好 而这样好的生命的品质 是因为从我们的生命 从我们的内心深处 流露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 我相信这样的生命的品质 是会让人羡慕的 也会让人觉得想要跟随 当有人跟随我们 就像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样 让我们透过这个 凡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真正的基督人 真正的基督人 让我们的生命中 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成为一个 蛮有爱与怜悯的生命的人 也让我们都能够为 愿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生命当中 生不生活当中 那些最微小的人 也透过我们的服侍 就像我们在服侍神 我们在服侍耶稣一样 等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 我们就会被 耶稣基督称赞 好 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夫人 你在少许的世上忠心 我要派你来管理许多的事 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希望在末日来临的那一天 我们都能够相见 我们也都能够 在那一刻 领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称赞 你这个好 又良善又忠心的夫人 我们一起来打招 主耶稣感谢你 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位基督徒 来跟随你的脚步 来学习你的样式 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 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是做不到的 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来帮助我们 改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 又打开我们的眼睛 去看见我们生活当中 那些我们身边的最微小的人 也让我们在他们的身上 看见你 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透过服侍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而让人 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你 真真实实 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生命 交多给你 求你代理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